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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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你们好,我是陈欣欣 前一个星期 丹麦公开赛2019 就在澳丹斯顺利举行 一众好手混习在澳丹斯体育公园 竞逐这一项超级750赛事的感标 世界排名第一的戴志荣 在女单决赛面对日本的澳元希望 成功遗免 澳元希望在四强 淘汰了中国公开赛冠军马连 大家都以为他终于有机会 在金站得到他今年第一个 巡迷赛感标 可惜他的对手戴志荣 金站的发挥就超级好 第一局赢了之后 戴志荣把气势带到第二局 令到澳元希望的技术走光 一号总指戴志荣不断找到进攻机会 还试过联取7分 结果奥元希望今年第五次 入到巡迷赛决赛 都还是输球 而戴志荣就赢到 今年第三个巡迷赛感标 两局的分数是21-17-21-14 戴志荣说自己上次赢分站冠军 已经要数到新加坡公开赛 打了很多站都没得过冠军 他觉得每个球手都在进步 所以胡有输赢 要取冠军真的很难 得到每个冠军都非常不容易 旅单之后就是混伤决赛 印尼的佐敦和奥达韦迪 很想在中国组合 在黄义律和黄东平的手上 拿到他们合作以来的 第一个巡迷赛感标 世界排名第七的印尼组合 之前六次对黄义律和黄东平 都没赢过 今次在现场球迷的支持下 印尼组合先赢第一局 第二局追上去到决赛局了 他们领先14比7的时候 佐敦和奥达韦迪突然之间回涌 中国组合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压力之下 完全没办法招架 佐敦和奥达韦迪 今年第五次进入到巡迴赛决赛 终于都赢了 比分就是21-18 18-21-21-19 佐敦在赛后说他和泰档都很开心 合作了年半以来 终于第一次获得冠军 超级750赛事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大赛 绝对会令到他们在未来的比赛 增加信心 陈清晨和贾一帆在女双决赛 希望在非总指组合 世界排名45的白河达和郑景银手上 拿到他们今个球季第四个巡迹赛錦标 南韩组合经历了神奇之旅 在士强同态了今年世锦赛成功为免的 重本麻佑和永元莫可拿 可惜入到决赛 南韩组合第一局给对手大炒 第二局才回复正常 结果要用决赛局来分胜负 在这局比赛 场地曾经两次火警中五名 其中一次还要是在南韩组合 match points的时候 但是也没有影响到他们 最终合作了不够四个月的 由于白河达和郑景银手上 以9比21、21.19和21.15 第一次赢得世界羽联群联群冠冠军 我在白河达得这个感触 觉得很开心 因此对他全体很新鲜 第一次进入决赛 第一次在群联群联群拿到冠军 他很感谢拍档郑景银 给了很多意见 教他控制好情绪和表现 我感到很幸福 男商決賽由上屆冠軍 世界排名第一的基迪安和蘇卡莫組 對他們的國家隊隊友 阿辛和亨德拉 如果基迪安和蘇卡莫組贏的話 就會是他們連續第五次 在巡迴賽的決賽擊敗對手 結果繼續歷史重演 戰況也差不多 基迪安和蘇卡莫組 連續第五站決賽擊敗 阿辛和亨德拉 立即排名第一的基迪安和蘇卡莫組 再一次以招牌式的速度 一直壓著他們的大師兄 整場球都由較為年輕的那邊做主導 最終這場決賽只是打了28分鐘 兩局的分數是21-14、21-13 基迪安覺得要贏對手其實很難 因為對手經驗很豐富 而且打得很好 只要稍微有少許精神不集中 對方就會很容易得分 所以一定要全神貫注 另一場升級球手對決 就是藍單決賽 由世界冠軍陶田賢斗 對理由奧運冠軍岑龍 去年還不贏過冠軍的岑龍 絕對希望把握到這次機會 他在開局打得不錯 但是當桃田進入狀態 就立即取消他的優勢 今年已經第十次進入決賽的 桃田完全不給岑龍 他今年的第七個巡迷賽 錦標亦代代平安 直到兩局贏21-14、21-12 陶田说赛程这么紧密 要一直赢到最后其实是很难的 要连续赢五场球才得到冠军 不过他在这一刻觉得自己状态还是很好 未来的比赛都会做到最好 2019年12月11日 第二届世界语联群媒赛总决赛 就会再一次在广州举行 五个单项排名前八位的球手和组合 才有参赛资格 竞逐150万美元的总奖金 为了争取奥运参赛资格 联中赛非常重要 成为冠军的话 球手可以获得宝贵的12000分 男双项目 李晋维和刘雨晨是唯一一队 有份参赛的中国组合 因为中国排第二的男双组合 排名已经是十名以外 对于争取遗免的李晋维和刘雨晨 在这一项这么重要的大赛 要在主场球迷面前克服比赛的压力 其实他们也有心理准备的 21-15-21-11 在一场中的地球面表中大赛 劉宇辰覺得廣州的比賽環境 零射好球迷都很熱情 很明顯羽毛球運動在中國 真的很受歡迎 李俊衛說上屆年終賽獲得冠軍真的很開心 因為是第一屆廣州舉行的年終賽 他也很渴望可以贏 劉宇辰說因為是全年的總冠軍 所以很有認受性 很開心可以在上屆獲得這個冠軍 今年全年他們也很努力 去爭取再一次參加年終賽 李俊衛說他們可以參賽的話 一定會盡全力爭取衛免 還是想說去衛免吧 歡迎來到本堂 歡迎來到本堂 來到本堂 會有本地的iche賤 2、2、3、2、3 2019年世界輿連傳媒賽南雙賽事 出現了一隊全新的組合 就是中華台北的李楊和王齊倫 他們的成績亦為球迷帶來驚喜 李楊本來和李治輝合作了四年 而王齊倫就一直拼著陳宏倫 但因為陳宏倫決定退役 要找新拍檔 最後國家隊就安排了這兩個24歲的球手 一起出戰場回賽 王齊倫因為李楊很年輕 所以陳宏倫覺得王李組合會有更好的效果 因為陳宏倫認為 就算和王齊倫繼續打下去 也不會有甚麼突破 反而一對年輕組合 用速度和力量去挑戰對手 可能會有更好的效果 也因為陳宏倫決定退役 所以他也很尊重陳宏倫的決定 李楊說自己和李治輝的成績 都很不穩定 所以他也想找個新拍檔 希望會打得好些 而因為陳宏倫願意轉做教練 令他有機會和王齊倫合作 李楊認為這個是職業生涯的轉捩點 自己也很想試一下 最終成績是怎樣並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嘗試過 我希望我去嘗試看看 就算有沒有成功 並不是那麼重要 但起碼有去嘗試過 由於中華台北只會資助一對男商組合 而李楊和王齊倫又錯過了這個機會 他們只可以靠贊助商的支持去參加比賽 李楊說作為全新的組合 他們要參加國內的比賽 去提升國內的排名 不過他們最後只得到第二 所以進不了中華台北代表隊 只是以贊助商球員的身份去參加國際賽 王齊倫說贊助商的錢已經很足夠 所以他們的經費方面不是問題 李楊唯一擔心的就是球隊的表現 贊助商的目標就是全力支持他們 在國際大賽獲得好成績 在贊助商的支持下 李楊和王齊倫參加的第一個比賽 就是西班牙大師賽2019 這個超級300賽事 而且獲得很好成績 連他們也猜不到 王齊倫記得自己很期待這個比賽 因為是跟李楊合作的第一個國際賽 李楊說當時兩個都不在狀態 而且合作性都不夠 所以抽籤之後 他們的目標只希望打到八強 結果他們成功達標 在八強就對著丹麥的艾道斯和拉斯姆神 其實很難打 王齊倫在比賽的時候 他和拍檔只是各自比賽 但反而令對手不適應 成功地贏過 去到準決賽對手 就是另一對丹麥組合 寶兒和摩根神 連續兩場比賽都是大考驗 李楊和王齊倫 就以自己較為年輕和有力的打法 去擊敗了對手 入到決賽 王齊倫覺得第二局是比較難打 不過在贏到冠軍的時候 他真的覺得很爽